4月10日 东部战区继续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 诸军兵种密切协同 模拟实施联合封控 性火打击 全面检验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联合侦察 联合指挥 联合行动 联合保障 战区空军出动数十下尖击机 持续为台湾海峡与台岛南北两端战巡进逼 依托联合情报支撑 开展巡舰海空舰机 空中封锁演练 构建多项围岛锁台态势 在任务空域 多批多架挂载实弹的轰6K战机 在预警机 尖击机 干扰机的支援掩护下 对台岛重要目标实施多拨次模拟打击 受领射组打击任务的火箭军部队纹令而动 采取周边快反 射服快打 监视打击等战法 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追瞄 实施大弹量多拨次模拟火力打击 战区海军多艘执行战巡进逼任务的驱护舰 针对性展开突击敌 输搏舰船 海上封锁等行动演练 在台湾海峡 台岛西北 西南 以及台岛以东海域主动出击 发挥性能优势 灵活机动抢占有力阵位 高速进逼 射压对手 海军17舰编队参加了今天的演练